时隔将近一个月啊,英特尔核显终于可以把这个战成4,是国外大佬提供的单独修复补丁,我整合了一下分享给大家,感谢国外大佬的无私奋献,先确保游戏是在1.04,然后运行修复补丁重启即可,升级补丁下载放在评论区,游戏设计我是设置的都是最低啊,50%渲染,然后所有的设置渲染都是低,限制这个40帧啊,为了高性能运行,然后开启这个AMD锐化啊, 这边不开这个锐化真的是胡子一逼,看到没法看,必须开这个AMD锐化,然后是一个电池性能设置啊,这边推荐是自定义锁平档位啊,重钢性能我测下来还是有点掉针啊,你不怕费电的话极致也可以啊,这个放开瓦数跑,40W都能跑到啊,实在是太吓人了,我这边的宗旨还是考虑一点续航的,基本是在25W左右,可以跑到一个30到40帧啊,但这也只能勉强跑个一小时多一点点, 战胜还是很贵电的啊,真的是性能杀手,古丁这边1.04到1.06对落效果啊,我这边已经是切换到了1.06版本,实测1.06和1.04对游戏优化区别不大啊,不想瞬间也可以,玩起来还是有点掉针啊,很多场景只有22帧啊,但打斗起来基本上是稳定在30到4帧左右的, 基本是一个可以玩的状态,乔尼能听到这个画质真的,嗯,不咋地,虽然和PS4比的话,这些差不多,有条件建议还是上这个独潜啊,经营这个续航和这个显示效果实际是不成正比的, 战胜这个一只游戏果然还是需要更多优化,最后还会提供更多游戏测试和优化系统啊,欢迎大家关注,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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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 你 有声誣 what's that up there Jed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把他打开 他把他打开 你开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